- 山羊座朋友 - 山羊座朋友一向被人感觉很稳打稳窄 - 其实我觉得明年你们的运势都是一样 - 跟你性格好似,是稳稳定定的 - 尤其是在赚钱的机会是多一点的 - 记得等待你的机会要好好发展 - 是一个timing问题 - 我觉得事业上 - 今年应该很感受到的 - 可能已经被迫转型或者转轨道 - 可能转了行业、转工等 - 你们明年要成胜追击 - 因为明年就是你们赚大钱 - 我觉得财运比较好的一年 - 你懂得转水 - 因为你们转轨道的关系 - 其实你们的表现应该是人家都会尚识到你一直的能力 - 如果你在这条路里加紧努力 - 明年就得心应受多一点 - 今年是一个铺路 - 但是要赚钱 - 我觉得明年是更好的 - 如果今年你没有转过任何东西 - 原地踏步这样算 - 其实反而明年 - 如果真的想转工、转行 - 找一些新的方向 - 其实明年也是比较OK的间接 - 你们有没有留意 - 2018 年那些黄星进入金牛座 - 刚才我都说过 - 其实是在你们的戀外公的位置 - 所以你们的戀外公会进入一些不正常的状态 - 为什么不正常呢? - 例如你跟一个完全没有想过的人一半拍拖 - 可能你是喜欢很健碩的女生 - 然后突然觉得他很有才华 - 但是用一个瘦碼的矮一提 - 总之有一些异地的戀情 - 你自己也没有想过的 - 所以为不正常的戀外的关系 - 或者是一些隆矩的方法 - 即是很快来又很快就聚 - 这些情况出现 - 或者反过来 - 天王星也是一件事叫做变化无想 - 但可能是很有惊喜 - 因为你未必知道当初选定一个人 - 但其实是哪个人是他 - 或者你想都没想到的事情 - 可能就是这个人 - 至少都可以感受到这个戀外的感觉 - 至少有感觉到 - 是啊 - 我们两个人才好 - 很酸啊 - 没有后悔 - 其实有另一方面 - 讲究他的健康运 - 其实常常说生涯做是工作行 - 他们的重点其实都是工作 - 小心压力问题 - 令到情绪紧张 - 或者一些精神紧张的问题 - 令我注意三月初到四月初 - 留意自己的喉咙 - 和他口腔或者肩颈的位置的问题 - 你问我整体而言 - 我觉得明年 - 其实都是对山羊座来说 - 工作才是他的重点 - 其实其他那些东西都 - 他都没什么心思 - 没什么意识 - 因为现在天上 - 土星、木星、美、黄星 - 是混习在山羊座 - 所以今年这么多 - 翻蜜蜜蜜蜜 - 这么多意外的事发生 - 其实有很多是压力的 - 反而一连串的危机之后 - 你仍是生存不到 - 反而是 - 上连串 - 明年就 - 更加不应该自我房企业 - 是吧 - 但其实明年的木星 - 帮助你们是怎样的呢 - 就是机会和贵人 - 增加不需要 - 高作运又自俗改善 - 生意、人工都可以有所增加 - 很好用力 - 但我觉得有些人要注意 - 因为土星都会摆出你们的物质 - 和木星一样 - 其实经济压力 - 除了找到钱 - 可能你找到你便能上去 - 又或者总之有其他质 - 找到很多的 - 但有四方八面问题 - 会涌上来 - 用钱去解决的东西 - 反而要注意这件事 - 而且你自己的价值很重要 - 一定要找到自己的价值 - 那 tri Grand 怎么可能 100% - 色调做这件事 - 我许Style座这个配搭的是93.5个星 - 都有错 - 对可以可以不要找 - 等ว arrivé一起下 백 - 要 ring 得到十六星 - 只要是到有四平座 - 那知道me - 你AS bubble - 什么 danny - 你觉得今年的人家的运程传统是一样的吗 - 其实 - 一来 regulations - 好贓 - 真的很贓 - 那个贓是压力的问题 - 是会是 - 因为我觉得 - 清理 zijn 明年你就是主角 你會覺得自己出席 你會覺得自己出席 你出席就開始找回自己 今年是比較困難的事 我先說事業 其實明年 我覺得你們事業上 是更加擴展自己的眼界 或者是出路的一點 有出路 如果你們工作有計劃 以及職業生人的計劃 其實要好好準備 明年有可能 或是你不想再走一條舊路 即是我不想再做現在的工作 或者是我的行業 老闆沒聽著 即是可能的 或是你不想再重蹈復始一些舊路 其實明年是準備迎接你新挑戰目標的一年 有可能你突然間 不明你的工作很安穩 大家都覺得上班 可能他會前職不做 是事後脫離空方送的 明年就是 你有什麼消息告訴我們 我是主角 我是主角 但我覺得明年是一個勇敢 勇往直前的一年 不過要注意 有一顆舅舅的考驗 未必是所有事情在發光上 可能出現一些障礙 拖延的問題 但我覺得難不了你們 因為今年都可以 但是明年是更強的 當然有水平之有 對 反而不如說戀愛 我覺得又是那句 你們的戀愛不是你們的重點 其實明年水平座的朋友 是望於發展自己的方向性的問題 感情不太關心 反而你們的生活變得順利的話 你們和戀愛的關係 反而更好 我覺得 因為一切都是你的事業 或者工作 生活很順利 其實感情也會很好 因為心情很漂亮 心情一靚就隨便 心情一靚就隨便 我心想要分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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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意三月初和五月初 即三月初過一個月 和五月初過一個月 都是你們戀愛運最佳的日子 很快 很快 好了 健康方面 我覺得明年是你們人生方向的調整階段 當你調整的時候 你個人會有焦慮 其實有焦慮不安的情況 所以注意不會因為壓力影響自己 因為可能是飲食雜貫 暴飲暴飲食 或者是完全不吃東西 我可以再肥 對 搞得這麼深 有可能真的完全不吃東西 即是又不要吃太多 又不要吃太少 什麼都是均層 即使運動量也是 又不要每天狂跑10K 太多台少也不用擔心 不用擔心 他不做 你怕了解我 即是不要有 要不就狂運動 要不就完全運動 外游不及 沒有中國的平衡就沒有 總括來說 明年對水平座提供來說 是比較必創的一年 恭喜 恭喜 反而今年再說回一點 我覺得今年是你們生活很瘋的一年 因為剛才跟他混合過 這位記者 他沒有什麼秘密都被人見到 但我覺得今年你們自己發現 有些很重要的秘密被人見到 是不是很害怕 還未完 今年 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這樣的事情 反而今年你們會很喜歡自己一個 離群索 即是我們遠離一些人 自己躲起來 或者讓我自己想清楚自己想怎樣 因為今年整群土木名 在山陽座 在你們隱備高這個位置 對你們來說 獨處 或者沉思 實際上更加好 但是明年 大過今年 痛苦的一年 明年一定是重新改造 人做人 兩年一生 很好 去變去變 所以我覺得明年你們的運氣 有四顆星座 加油 終於來到最後一個星座 雙魚座 雙魚座的朋友 明年 所有水象星座 明年都可以低調一點 明年他們 找回自己的心靈 平靜 和放空自己的腦袋 我覺得是最佳活動 說一下試驗位 其實一向都需要 我覺得他們 都是保持平常心 你說很激動 又不是 但明年他們的工作態度 要更加謹慎 但還有一件事 我覺得他們的最強武器 就是他們的直覺力 即是你們運用自己一定的經驗 或者是過去的專業 加上你自己的判月就做了 或者你突然覺得這件事是不行的 很強烈感受到不行 那就可以停一停 相信自己 對 相信自己的直覺力 但如果另一方面 如果你們要從事幕後工作 慈善的行業 宗教的工作 身心靈 寵物 這些類型 反而我覺得明年的發展比較好 而且如果你們做這些工作 我覺得更加透過大家的常識 因為你們很能夠運用你的直覺力去做 對 好了 暖內蠻 其實雖然做的朋友 一向桃花都很多 我想大家會 很花心 會知道我 哈哈哈哈 這是我的私人 其實今年 今年不是明年 今年我覺得你們是膠製花 或者膠製草 其實無緣無故都會認識到 四方蠻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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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蠻 有時候雜蠻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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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但明年一直都說很吵爆唱的雙魚座朋友 小心初戀都容易陷入不靈怨 或者地下情 令自己人心痕 小心一點 不會弄那麼多問題給自己 健康呢 明年雙魚座朋友是修心養症的一年 做戶外運動對你來說可能也不太吸引 某些雙魚座朋友 反而做一些新心靈的運動 更加有助你們的情緒管理和健康 例如瑜伽、打坐、靜觀、冥想、太極、氣功 以猶祭方的運動最適合你們 所以整體來說 我覺得需要做朋友 今年會覺得你們的才華 是在能力被人賞到的 而且你們的影響力會比以前更大 不知道你們有沒有感受到 今年其實做人 在自己的發展上 你會更加懂得形合大眾的口味 很多掌聲給你 反而明年 其實你們不想人際關係這麼複雜 今年是複雜的 但是明年會收藏自己 其實要學會調節自己的節奏 因為明年是由熱鬧的生活 跳入你的心靈陸洲 即是生身靈上的一些獎順 追求靈性的成長 譬如你探求你有宗教信仰 可以在多些方面去修行自己 還有另一件事 如果為其他人身邊的人付出 你要關心的人、關心的事 去付出和奉獻 對你來說是會更加有安全感 是否會成功 你會給多少分 我覺得雙鳥做朋友 也有二點和他分 都可以 加油 再見 加油